老闆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怎么这么严肃啊 这次找你和倩倩过来呢 是因为你做的那份报价文件 拉到对方手里 假方刀可能不采购我们了 所以我要追究责任 这份文件除了你手里有 就是前台的手里有 老闆 我贵子的那份就在这里 八成是拍的照片发给别人呢 老闆 我没有 倩倩就是有就说出来 我们还能想办法补救 容容说的对啊 事到如今我们得想办法补救啊 怎么补救 稍等我打个电话 喂 喂 王叔 周扬啊 你爸还好吧 我爸挺好的 就是你们公司这次采购 我们也想参与啊 这事儿啊 全都给你做不就行了 不用全给我啊 那你明天过来吧 好嘞 那明天我带合同过去啊 好嘞 王总你认识啊 我爸老同学 你真是神奇的女人 说不定是对方的离间禁啊 就是想让我们乱 那没事了咱可帮个子呗 老闆 我这么清楚 我们公司要散伙了 你这什么发型啊 挺帅的 就上次用你桌上的那个发油 这个吗 对啊 是这个 挺适合你用的 老闆怎么回事啊 你还记得上次吃我豆腐 被你吓跑那个张总吗 由于他们接触甲方早 故意谈条件压价格 现在做这个项目 我们就得准备一大笔电子款 可是公司今年的钱还没有收回来 就算收回来也凑不够 唉 要是真凑不够 我们就得散伙 那这个项目我们去多少钱啊 三百万 我想想办法吧 你 虽然你平时挺喜欢扣我工资 还老冲我发火 但是我知道我在我们公司的地位 在这个时候就该提前了啊 得让他们知道 你扛不住的时候还有我 就是扣呀三百万 哎呦 你放心 实在不行我就卖一套房子呗 有多少钱我就全投给你 当你老板 哎呦 哎 老板你找我啊 哎呦 还忙不忙啊今天 哦 你说咱们公司 项目差三百万的事吧 不用了 甲方已经统一了我们的方案 不用我们提前电子了 哎 真的 也太好了 啊 浩雅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 那是说言说特别好用 特别适合你 我觉得你在关键的时候 体善而出特别男人 哎 老板 要是别的我不敢说 男人就必须要有个男人的样 你有事随时跟我记事 对了 你上次还记得你说把你的房子 卖掉投资公司的事吗 哦 这个项目不是不差钱了吗 是是是 但是我想了一下 你来公司也三年了 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你的发展 我那时看你碰到男人出来 才是卖房子 也是给你打打气啊 那你不想当老板吗 哦 我明白了 你是想买我房子吗 哎 我告诉你我那房子 每个月房租很稳定的 你俩人说卖就卖的 习惯的 帮我去吧 哎 老板你怎么也有我给你送的鼠标啊 哦 你给我放家了 这个也很好用啊 又可以无线又可以充电 哦 对了 容容送了一本书 你要不要看 露顶劲 看我吗 没有啊 这种书有什么好看的 我喜欢看七龙珠 七龙珠 对啊 励志故事 讲的是一个小孩历经千辛万苦 就为了找起七颗龙珠召唤神龙 神龙可以满足他的任何愿望的故事 这个和那个七龙珠的故事差不多 真的啊 嗯 也是很励志 一个男人历经千辛万苦 集齐了七个老婆 哎 一个老婆就够耽误哥们玩游戏喝酒了吧 还整七个呀 这哥们咋想的啊 就你这个情商应该看看 我才也不看的 难道你不想谈老婆吗 我还是想看七龙珠啊 学会了里面的本事 我就可以积齐七颗龙珠召唤神龙 到时候我想要什么又什么 七个老婆算什么 走 哎 老板 送你个礼物 嗯 站得不错啊 主张 有事 哎呀 我想跟你谈上工资这个事 能耐的你啊 一个月找我谈两次工资 我也没办法呀 冯东今天过来说又要涨房租 房东说之所以涨房租 是因为最近房子涨价了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判断房价涨没涨其实很简单 加通界的东西 观察他们的运动步数 如果运动步数多了 说明走得一远 房价自然就涨了 厉害呀 下班了我这就去找中介 哎 等等 绿哥 要不晚上我请你吃饭呗 啊 吃什么啊 在我小的时候 我就梦想着吃一次全假通 我爸爸说那是垃圾食品 不让我去 我刚点了一份全家图买卖 要不你留下来陪我一块吃吧 老板 你这个故事编的 天明每次你自己都能吃一头 你看 你最近胖的 你还要让我陪你去 让我吃鸡皮膏啊 花洋 老板给你的面膜 可以啊 哎 好东西啊 正好敷一篇面膜 哎 老板怎么不叫我自己过去的 公司都知道 怪不好意思的去看一下老板 老板 老板 有话好好说 你这干嘛 最终有团建 我想给你排了一个节目 什么节目啊 我想给你跳一曲舞 我不会啊 没事 我教你 你啥时候学会她跳舞啊 来 来 来 干啥 这样子吗 快点 然后呢 什么然后 基本功很重要 走着我就对了 不是老板 我觉得我还能再多学一点 我只会这一个 你学会下一个我再讲 来 走吧 哎 不是 暴洋 都说了这是公司 张什么劲 对 哎 不是 我 那我先出去了 哎 老板 哎 再吹头发 啊 那个今晚你有一个应酬 记得下班早点走啊 哎 对了 今晚我跟指标约了游戏 应酬我就不陪你去了 哎 老板 你是不是今天有点不对劲啊 啊 不是 你到底怎么了 感觉你都不怎么理我 那我走了啊 啊 你给我回来 我告诉你 当女人说偶的神 是故意让你成绝到不对劲来 而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懒得理理 如果我真的懒得理理理的话 我两个我都懒得理理理说 所以我先来不对劲来 你别说我问我 原来我背后有这么深的意思啊 那那刚才是我不对 明白了 你明白了 那我们再来一次 好 哎 老板 哎 你再往这吹头吧 那我先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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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哎 老板 今天没什么事儿 中午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 不漂亮吗 今天 你今天收拾来挺漂亮的 我哪天不漂亮 好好好 那这位美丽女士 中午愿意和我一起去吃个午饭吗 不啦 因为我有事儿 啊 我看行程里面没安排啊 对了 你看 这张鞋好看吗 哎 这个鞋 不错啊 那可不 这可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 不会又是送我的吧 我这个月工资都快扣完了 不会的呢 哎 那就行 那我拿走了啊 哎 等等 这不是给你的 不是给我相亲对象 一会儿他就来了 哈哈哈哈 哎 你逗我呢 相亲对象 你还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啊 怎么爹 我就不能有个相亲对象了 一会儿他就来了 你快出去吧 你这样子他会误会